注意看 要不是有监控 我是真不敢相信 一位小少爷用格优堂的姿势 一边吃着雪糕 一边看着精彩的电视 突然间传来开锁的声音 受到惊吓的小少爷 甚至来不及拿走两只鞋 便慌忙跑进自己的房间 然后挠着头皮出来 和爸爸打了个招呼 顺利逃过一劫后 又开始大着胆子看电视了 紧绷的神经在听到意外声响后 瞬间坐了起来 片刻迟疑后 确认是爸爸回来了 然后以风一样的速度 只一眨眼便坐到写字桌前 开始装模作样的写字 最终又顺利地逃过一劫 面对门外忽然传来的声音 小公子和小朋友忽然一起动身 其思路之敏捷 动作之老练 撤退路线之明确 绝对是经过小公子的培训和演练的 最终在经过多次斗智斗勇后的完胜 小公子终于还是失了一次血 面对开门的声音 着急慌忙地把鞋拿走 此时爸爸已经打开了房门 只能面对爸爸无奈地挠头 然后撒腿就跑 爸爸毫不犹豫地拿起墙上的皮带 看来今天的皮带炒肉丝 小公子是吃定了